如果確認那個五萬塊匯過去沒有問題 當然我們不會阻止你 但目前我們是關心你 怕你被騙 大姐你要怎麼匯款我們不會去介入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聯繫到你弟弟 因為你說五萬塊保險箱這樣寄回來 很不合理啊 你知道嗎 運輸費不是 對啊 你要說那個五萬塊運輸費 寄一個保險箱不合理啊 保險箱的運輸機怎麼可能可以用寄的過來 從國外喔 國外送貨 你不覺得很不合理嗎 你看你之前不是問佛祖 佛祖跟你說那個真的是詐騙集團 是真的佛祖告訴你是啊 它裡面是錢跟那個 重要的文件 但是他跟你講的啊 但是你怎麼能確定 他拍給我看的 他拍給你看他可以再把它拿出來再換別的東西進去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看你現在問他的問題 你問他是不是詐騙集團問什麼 他都沒有給你正面回覆啊 對不對 他只是一直要你付款付款付款 他是公司戶嗎 可是我們查這邊是個人戶啊 私人的 私人的帳戶耶 個人戶口供呢 我們知道是一個mani 個人戶口供呢 我可以就一直幫你